今天是第一天上班啦 那當然還在適應當中 因為之前都是訪問別人的角色嘛 那現在自己要接受採訪 以及要就是幫忙宣傳試鎮 那不過就是可以這一次有 可以回答工作的機會 然後會熱愛的城市服務 我自己會成立服務 大家好 我是高雄師教育的高雁人 高雁慶 不要太大了吧 我的媽什麼 我就是我們第一天上班啦 那當然還在適應當中 因為這些都是訪問別人的角色嘛 那現在只要接受採訪 只要就是幫忙宣傳試鎮 然後就是幫忙宣傳試鎮 然後就要一趟好 在很多的时间 他们都是晚上打电话来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件几事情想跟齐迈 当时他当副院长讨论 我打了他说 不小心按到了这一个 视讯吗 结果齐迈说 老师赶快往那个棉被 拉到他的结盤上 因为他没有穿衣服 睡觉所以他就吓了一跳 晚上11点多了 他跟齐迈打电话来说 诚夫我们怀疑他是感染 财商得到感染 可是他PCR是阴性 这个很难解 到底我们流行病学家 有些时候就像柯南侦探一样 要去找到可能的感染的原因 在很多的时间 他们都是晚上打电话来 我记得有一次 我有一件几事情想跟齐迈 当时他当副院长讨论 我打了他说 不小心按到了这一个 视讯吗 视讯 结果齐迈说 老师赶快往那个棉被 拉到他的结盤上 没穿衣服 因为他没有穿衣服 睡觉 所以他就吓了一跳 不过我讲这个故事 主要是说 大家24小时 其实都挂心了 这个疫情的事情 晚上11点12点 该要联络的都要联络 我觉得我们整个的防疫的团队 相当的棒 而且相当的认真 你看都是10点钟以后 才开始打电话去解决 疑难查证的问题 10点半以前大家都在忙 所以这也是从SARS以来 我们这个防疫单位 养成了一个传统 我觉得真的是很不简单 那时中部长 在这两年半的时间 你看看在防疫的疫情 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好 问满 然后他有很好的 以市政为基础的方式 以证据为基础的方式 来好好的做好 这个疫情的说明 然后防疫措施的宣导等等 让民众就很放心 也很快建立了公信力 所以大家认为 他是一个很好的协调者 沟通者 领导者 这都是正确的一个想法 所以我觉得 时中实在是在防疫期间 台湾很好的领导人 那阿中部长在最近 也受到那个民进党 提名台北市长候选人 那陈部觉得 他会这样带着 他种种很不错 很温暖的这些特质 然后勇敢的要去选台北市长 你怎么看 我是台北市市民 我一听说他要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很开心了 哇 这个实在有希望了 我相信 陈时中部长一定会做得很好 我对时中是充满信心 特别是这两年半来 看他任怨任劳 然后充满睿智 然后具有领导力 这都是很好的市长的素质 然后更重要的是 不要只靠一个人 而是整个团队努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